- 详细节 reads,详细节目 - 但是我们今天有请到一个星座老师来帮大家解星盘 诶,那干嘛不让他早言进来 - 等一下,你去教他一下 诶 - 我们欢迎,请坐,请坐,请坐 - 星座林老师 诶诶,林老师,诶 - 啊,开了不见了,对 - 还自备道具,呵呵呵 诶,这有镜片吗 - 大家好,我是 - 这有镜片啊,你看不到吗 有啊 我就是靠着这个镜片 看穿宇宙的奥秘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眼镜 对 大家好 我是星座林老师 林老师好 我有二十多年的算命的经验了 二十多年 平通 从生就在算 心想八卦之为 各种算命的方式 我也蛮八卦的 OK 林老师好 但你刚刚有说你 算是有相信说 什么样的星座会是怎么样子吗 对 那你觉得 因为我们其实蛮多朋友 都是金牛座的 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超级多朋友 超级多 都是金牛座 金牛座是不是有一种 互相吸引的一种能量之类的 金牛座互相吸引吗 我只知道 普遍人的观点来讲 他们觉得金牛座就是一个 很固执的星座 金牛是Taurus吗 还是Golden Cow 不是不是 那应该是Taurus 对 你身边有金牛座的朋友吗 除了我们以外 I don't know I don't ask people for 他不信 有道理 我不会去问这个的 那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吗 我知道我是双鱼 那你还是会大概了解一下 因为就是大家 我爸就说 我双鱼座啊 我儿子也双鱼座啊 你也双鱼座啊 然后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双鱼 但是我也不太了解说 自己星座到底是 like their personality type what it's like 所以今天就靠林老师跟我讲解一下 不然你讲解一下 但是金牛座还有一个大家蛮传统的会想到的东西就是爱钱 啊对 oh that I know 很吝啬啦 就是爱钱这样子 你有特别有这样觉得吗 我 我 这有点难讲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还好是因为 我其实不太会计较 那可能是朋友之间啦 就是我不太会计较说啊 因为很多时候你就会遇到比如说 你们去party 要分什么酒钱啊 唱歌的钱 什么什么钱要分嘛 对 但其实我真的不会很计较你 假设今天是我出 我不会很计较说你要给我多少钱 我会算到说每个人就是多少钱 甚至你不给我我也觉得没关系 其实 其实我也算是这样 就是我就是跟大家收钱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啊 一百意思多 我就一百算一百就好 我就觉得很麻烦 你也是金牛座耶 对我也是金牛座 DAMM 2金牛 没错 and 2 fish Jack也是金牛 真的喔 我们其实很多朋友 但是 my first point of attack is coming ok 你说金牛座爱钱嘛 对 但是你说你说ok 我还好 但你觉得这个钱 这个economic 就是你的这个经济 上的这个方面 不是 是从 your upbringing 来研发到现在的你吗 会跟星座有 是怎么 为什么会有跟星座有关系 这个金牛 你说爱 你说跟对钱的观念 是从你小时候一些累积一些 experience 到现在 其实我妈说我小时候是一个很典型的金牛座 真的喔 对就比如说 呃 比如说你吃饭 嗯哼 好了我小时候会觉得 呃 我的印象比较深 我妈一直讲就是 微软寿司 因为微软寿司 其实 有很多牌子嘛 嗯 比如说真仙像什么脏寿司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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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们都是用盘子去算加价 那有时候我妈会就会带我去吃 是比较好一点的 可能每一盘的价格都会不一样 可能会到 一百多块两个 有的甚至要两百块一盘 然后我小时之后就会觉得 我干嘛吃这个 我吃那个蒸鲜一盘三十就好了 我吃那个就好了 这样子 哦就是你会计较这个 对我会 我小时候甚至会觉得说 啊这吃起来不是都差不多吗 那我干嘛不吃便宜一点 ok 就可能其他小孩说 好啊吃贵的啊 嗯吃大餐 那我不会这样子觉得 我反而会觉得 啊可是这很贵耶 ok 对 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就是对钱比较敏感 嗯哼 因为我是个动作很慢的小孩 嗯哼 然后我小时候写作业都写到很晚很晚 但是上海的作业很多 然后我就写很慢 嗯 可是后来我妈就有个 有一个我们的奖励机制 就是我只要在吃晚饭前 7点之前写完作业 她就给我5块钱人民币 哦那算是 快那个时候是多少钱 快25块30块 对啊其实也没有特别多啦 说实话 但就是有这个 这个reward 对因为我们家是不给零花钱的 嗯哼 这是我唯一的一个source of income 对啊 哦 你一直把握 我只要一有这种金钱的motivate 我就会很很拼命 哦 okok 嗯 对所以其实也算是蛮爱钱的一个小孩 嗯哼 但是我要说的是金牛座大家传统是觉得说很爱钱 嗯 很不舍得花钱 但其实金牛座 以太阳金牛来说啦 就其实也不算是这样子 什么是太阳金牛 月亮金牛跟太阳金 其实我们看星座不是只有你是双鱼你是金牛这样子 哦 really 对它其实不是一个这么笼统的东西 嗯 它其实每一个人天上有九大行星嘛 嗯哼 星座这个东西是看你 出生的时候天上九颗星在哪个位置 嗯 哦 嗯 所以太阳金牛就是你的太阳是在金牛那个地方 我的太阳 你的太阳 金牛的那个地方 我的什么意思我的太阳 就是天上的太阳 哦哦哦哦哦哦 天上的月亮的位置 所以每个 不是我的太阳 所以每个人是有太阳月亮还有上升 ok Rising Rising I heard rising before 对所以你有moon moon sun还Rising 嗯哼 然后太阳就是你比较原生的能量 你的本质 本质的能量 嗯 月亮就是比较看不到隐藏一点的东西 ok 然后Rising就是你慢慢会变成的样子 哦 嗯 所以星座其实是会变的 星座它 算变吗 它不算变它是你的能量 这个能量会对你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嗯 会reveal出来一些自己的 对对对 Rising比较像是你可以想像是你社会化之后的过程 的状况 ok ok 所以我们通常说30岁之后开始看Rising 嗯哼 哇哦 30岁的时候大家其实应该都社会化的差不多了 oh I see 所以但它其实也不是说30岁才能看 对 因为你一直都在社会化嘛 所以它这个能量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yeah 所以像你是双鱼座 嗯哼 双鱼座是一个比较热情的 对它双鱼座传统来说你会想像它的比较热情 yeah 情感比较重 嗯哼 然后也会比较浪漫一点 哦 哦 噢 噢 噢 嘴屁 哈哈 周星哲 起哼 别人走飞 哈哈哈 比较浪漫一点 对 这个我这点我知道 对 对 大家都会说 你双鱼座那一定很浪漫啊 噢 他的第一个反应都是这个 对 然后我就会想说 呃 I don't know 很正向啊 因为别人金流都说 你很爱钱 对啊 噢 sorry man 我会钻牛角尖哦 很固执哦 不愿意变通嘛 那我们必须要帮金牛座澄清一下 金牛座不是很爱钱 但金牛座他自己心里面有个CP值的一个 一个天品 对 他觉得这个东西 很贵 但是他可以买到很多他的很多的快乐的时候 他就会很愿意花钱 嗯 他觉得你这个朋友很值得 他也是愿意花钱 嗯 ok 对他其实不是不愿意花钱 是他自己里面那个 他有一个脑子里面 他有个CP值的评量 嗯 只是因为他的CP值的评量就是 跟他个人的感情 影响比较大 所以比较不是 纯的物啊 实不实用 ok 是他带来的 开心程度 哦你的意思是说 即使我今天是一个很一板一眼的 然后对钱真的很 很在乎的一个人 今天假设我很喜欢手表 嗯 我即使是金牛座 我还是会花个几百万去买一个手表 对他就觉得 哇手表 好爽 哦 他就觉得很爽 他就会买 很爽就会买 虽然说 save 好爽 他就会用意花钱 好爽 买下去就觉得 好爽 他就会愿意买下去 真的爽 你把整部影片看完了 很强欸 Dude If you want to watch more 就点这边 连结 有看到吗 我实在没看到 哈哈哈哈